不好了不好了 赛罗 你的儿子小赛罗 他被翅膀贝利亚抓走了呀 不可能 小赛罗在家里写作业了 哎呀 太恐怖了 这么多作业 被抓走了还惨啊 奇怪 小赛罗既然在家里 那贝利亚抓去的又是谁呢 贝利亚把小赛罗抓回家 准备用大火好好的教训小赛罗一顿 他还在旁边又唱又跳 结果 原来这个小赛罗是假的 根本就是一个超级大炸弹 贝利亚和怪兽被炸得全身都冒烟了 真是活该呀 大宝我要送给他们三个倒霉的狗头 耶耶 没错 那个炸弹是我用分身变的 认为我干得好干得妙的 可以来个鲜花奖励哦 不好了不好了赛罗 小赛罗被踩在空中滑板的贝利亚抓走了呀 不可能小赛罗在家在哪踢足球了 这么大的足球啊这也太夸张了吧 奇怪既然小赛罗在家 那被抓去的又是谁了 哈哈哈哈 小的们给我揍死这个臭小不点 哈哈我让我的朋友绿巨人变成了我的模样 他的脾气可不太好呀 贝利亚肯定被揍趴下了 认为我溜的可以点个赞哦 不好了不好了小赛罗 你的赛罗爸爸被贝利亚抓了 不可能他在家里锻炼了 你看那边就是 哎呀赛罗你这是在做什么锻炼的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好奇怪既然你在家里那被抓的又是谁了 今天我让大家来参观 大名弟弟的赛罗终于被本老大抓住了 这就是我的高光时刻 哎呀原来这个赛罗居然也是一个假货 是赛罗用一头牛变的 贝利亚的脸可丢大了 贝利亚你说你抓住了赛罗 所以我们大老远地跑来 结果你给我们看了一头牛 你是不是在杀我们 给我打 小伙伴们坏蛋贝利亚肯定伤心了 抓了三次都是倒霉 我们厉不厉害呀 厉害的就点个赞哦 再见